我们就看罗马书第三章 我们今天要从三章九节讲起 不过我们先也稍微复习一下 罗马书或者整个圣经 可能很重要的 不知道是不是最重要的 是讲神的福音 那么这个福音呢 是神应许他的儿女 应许他的儿女将来有一个人 person会拯救我们 就是神会拯救我们 用他的大能力power来拯救我们 就是福音是神的这样的应许 借着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 那拯救我们什么事呢 拯救我们脱离地狱的火 魔鬼的权势 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等等 都是对的 不过保罗 保罗一点都不惧怕的 直接讲说拯救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 那么地狱的火 魔鬼的折磨 都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上帝 上帝就愤怒 那么神为什么会愤怒 因为两个事情 或者说两桩罪 一个是人活在 人每个人都是被神所造的 活在神的世界里面 呼吸神的阳光空气雨水 用神给的一切器官 在使用上帝的恩典 我们在享受上帝的一切 我们却不认他 我们却不感谢他 也不认他 我们的第一个罪 就是故意的不认识上帝 那么从不认识上帝 引发出来的就是各样行为上的罪恶 这个是从第一章的 差不多从21节开始讲 一直讲到第三章 先讲到外邦人也在罪恶中 因为他们不遵守上帝 写在他们心中的律法的功用 犹太人也是这样 犹太人好像有上帝的律法 却也没有遵守好 那么这里你也可以看到 律法的一个严苛的地方 就是律法的要求是完美的 你遵守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零点零一一没有遵守都不行 这是雅各说的 你们要守全这自善的律法才是好的 如果你没有奸淫 但是你犯了另外一个罪 你就在所有的罪上有份了 在加拉太书保罗也讲 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 一切所记载的去行就被咒诅 我们必须常常传扬上帝的律法 好叫人能接受上帝的福音 因为上帝的律法让我们知道 我们多么糟糕 这个世界 各位我们现在不再讲抽象的神学 固然是 但是我们也在讲我们平常传福音 传福音 你碰到有人 他觉得他诚实的说 他不是罪人 他诚实的说他是一个好人 他诚实的说他比较起来相当的好 我们完全可以同意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 道德 学问 性情 个性 比我们基督徒好得多 这我们承认 不必不承认这样的事 但是我们会说越好 包括我们承认慈记 或者其他的异教徒异端 他们有很多很优秀的表现 他们表现得越好 从一个角度来讲 他们罪也更大 因为他们领受上帝 在神学上叫一般的恩典 阳光 空气 雨水 道德 聪明 智慧 美丽等等 这些在今生的好处 他们领受到了 而且领受了很多 他们却仍然不归荣耀给神 我们承认他们可能有很多的好处和优点 如同我们承认 回教国家 他的游的确比我们多 很多非基督徒 很多世界上的事比我们优秀的多 可是他们没有归荣耀给神 没有信靠神 反而把荣耀归给木头石头 这就是得罪上帝的地方 犹太人并没有更好 因为犹太人也是违反律法 可能比外邦人好一些 可能比外邦人好很多 可能在家庭生活 信道德和形式上不败偶像上 犹太人比当时的罗马人要好很多 但是我们再一次说 只要有一条没有做到 就得罪了上帝 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 都是被定罪的 那么结论就是第三章的第九节 这却怎么样呢 我们比他们强吗 绝不是的 我们没有比他们强 各位照我们的本相 基督徒也没有比他们强 我们承认可能在某些地方 譬如说信道德上 譬如说在诚实上 我们比他们好 但是还是一样 那个是有价值 但是那没有永恒的价值 你要被神称义 你要有永生 你需要完全守律法 所以没有一人 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这些我们都可以说 有啊 有寻求神的 我碰到我一个同学 一个朋友 有些人就寻求神 可能这样的人不多 但是有啊 还是有 那我们的答案也是一样 凡恒心行善 寻求 你寻求 要可目 要完全全新的寻求 你没有全新 你仍然不行 连寻求神都是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的 有半路出家的 有半途而废的 但是没有始终在寻求神的 顺便讲 连基督徒也是一样 需要神的恩典 否则我们不会继续 否则我们不会继续 渴望神寻求神 否则我们的本相 或早或晚 都会对神感到厌烦 这是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的 这是耶和华对扫罗说的 你厌弃耶和华你的神 你的神也厌弃你 那么 然后我们就越来越多的邪恶 越来越多 目中无神的事情 好 在第三章十九节保罗说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 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 律法上的话 也就是记载在律法 上帝的律法上的话 以及刻在每个人 只要你是人 神的话一定 神律法的功用 一定刻在你身上 刻在你的心里 你一定或多或少的 知道这位神 和这位神的法则 但是在你的罪恶中间 你不断地扭曲 要遮盖 要涂抹这种 神对你的呼唤 你没有办法 完全地涂抹 神的律法的话 对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在律法之下 因为不管是犹太人 有成文的法 摩西五经 或者外邦人 有良心 不管良心 多么被狗吃了 但是他还是有一些 常存的良心在那里 律法上的话 对律法以下人说的 每个人都在律法以下 每个人看到上帝的律法 都会闭嘴 无言 没有办法 各位我不是说 现在我们跟非基督的辩论 我们不一定变得过他们 他们会说 怎么样 怎么样 但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 神会把上帝给他们的启示 清清楚楚地告诉他 有没有 他不能说没有 所以人不认识神 人不信神 是故意的 是在神 天天 时时刻刻 每件事 这个世界 整个宇宙 充满了上帝的话 从这边到那边 都在神的话底下 但是我们故意不相信 有一天在审判的时候 神会显给每个人看 使我们都服在神的审判之下 结论 我们讲到这里 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的结论 或者说 从第一章第十八节开始 神的愤怒 第一章十八节 到第三章的二十节 整个是在讲到上帝的愤怒 神为什么愤怒 因为我们故意不认识他 外邦人如此 犹太人也如此 神为什么愤怒 每个人 凡有血气的 有血气的 就是受造的 凡是受造的 因为 因为罪恶 没有一个人 因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 要在神面前称义 也就是要被神称为义 说你是好的 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 我们先停下来想一想 你的菜 要被人称赞说 烧得真好 你的成绩 要被人称赞说 真是优秀 以及每件事 这个人打球打得真好 这个人画画画的真好 这个人的道德真好 这个人的能力真好 不管你说什么 不管你用好 还是棒 还是美 还是帅 还是酷 反正这个人的好 你根据什么说他好 你根据他所做的 你根据他所做的 所表现的 一定是这样 他走路的姿势很好看 他走得好看 他长得好看 他说话说得好 他是一个 甚至我们在教会里 他是一个好牧师 称义就是称赞 说他好 说他好 说他漂亮 他是一个好牧师 为什么他是好牧师 而因为他道讲得好 因为他关心他的羊群 他探访 他关怀 他有爱心 总之一个人好 是因为他有表现 有行为上的表现 那再讲的仔细一点 他行为上的表现 是符合一些标准的 这个菜烧得真好 因为这个菜的色 香 味 俱佳 刚好 不咸 不甜 不过分 刚刚好 也就是好驾驶 好妻子 好丈夫 好总统 任何一个好的 被人称为好的 或者我们这一讲 被称为义的 是因为他的行为 他的行动 他的表现 符合律法 符合烹饪的法则 符合做人的法则 符合做牧师的法则 符合演员的法则 这是人间一定有的事 他是一个好学生 好妻子等等 因为他的行为 他的表现 符合好妻子 好行为的法律 或规矩 或者标准 人间是这样 在神面前也是这样 因此在神面前 没有一个人 一个也没有 他能够因为 行律法在神面前争议 这句话不是太难懂 就是神是全世界 最严苛的审判官 再漂亮的女人走过去 他会说 高了一点点 矮了一点点 胖了一点点 瘦了一点点 再好的东西 他都可以看到 不够完美 没有一个人 这个我们 勉强可以同意 因为神如果有 最高的标准 也是合理的 我们不能在他 面前争议是合理的 我们不能照律法 在他面前争议是合理的 下面这句话 也合理 但是就是千古的悲叹 要来了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各位 我还是希望各位去想 不必回答 去想 那么看看能不能让你的脑洞 脑洞洞脑筋 想得清楚一点 律法 或者法律 它的目标 不必要回答 想一想 一个法律的目标是什么 一个交通规则 制定的目标是什么 一个食谱写出来 它的目标是什么 各位应该很容易回答 食谱写出来 就希望你菜做得好吗 交通规则定出来 就希望能够这样定 这条路不可以左转或不可以右转或者怎么样 我们定 它的树线应该多少 定这些规则 是希望这条路 大家开得舒服一点 律法写出来 不管是哪一方面的 道德的 宗教的 崇拜的 饮食的 电脑的 科学的 律法写出来 是希望我们因为遵守而生活的快乐 各位 你如果是念法学的 应该也知道这个定义 Law是跟Public Welfare有关的 跟众人的福利有关系 Law是有权威的机构颁布的 目标是因为是希望能够让公共快乐的 这是律法的目的 法律的目的 包括在教会的各样的规矩 没有错 不过在罗马书里 在圣经里面 你慢慢看到 法律的目的 因为人有罪 不是叫人生活的快乐 法律的目的是叫人知道 你不可能快乐 这很悲哀 这很悲哀 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各位台湾这几年 或者十几年 我们民众的法律常识 非常的多 我们都看到很多法律上的一些名词 包括很流行的 无罪推定 有罪推定 这一类的法律的名词 我们也受到很多的教育 法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自己有一个感想 我自己看到很多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 政治上的问题的时候 我充分的觉得圣经讲的真的 法律造成的不是叫人守法而社会更好 法律造成的是叫人犯罪 你看这些在新闻上的人物 玩法的人都是知法的 越知道法律越会玩法 各位我说这是千古的悲叹就是 法律不管是人的法神的法 不管多好或者多不好 定出来 因为人的罪 我们就不是想要去遵守那个法律 而大家幸福快乐 我们就想钻法律的漏洞 我们就想玩法 法律写出来 照保罗这样讲的话就是 法律包括上帝的法律 是显出人的罪恶 这个话保罗一直不断的讲 如果讲的罪叫你受不了的 但原则都是一样的 就是罗马书第七章 法律产生的是什么 在第七章五节真是叫我们非常痛苦 因为我们熟肉体的时候 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各位保罗在讲 你的邪恶的欲望 是法律产生的 法律 我们再次说 尤其是上帝的法律 圣洁良善 无比美好 这没问题 但是无比美好的东西 居然产生了 无比邪恶的东西 不是法律不好 是因为我们已经卖给罪了 另外同样在我们平常非常忽略 但是很重要的经文里面 保罗曾经说过 保罗说过 我等一下再指出那个出处 保罗说 在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欢呼 他说 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 保罗在那里讲 死的可怕 死 为什么可怕 因为死是罪恶的结果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像一个毒钩一样 一旦刺到我们 我们就非死不可了 死的毒钩是罪 这个不太难了解 下面他讲的真难了解 罪的权势 各位 罪的权势 罪的power 是什么 我们讲的简单一点 罪的那个力量是什么 罪的力量 你可以说是色情的图片啊 色情的图片 一在我眼前一放 就让我开始激起那个控制不了犯罪的那个心 你说下流的小说是罪的权势 你说一些邪恶的动作是罪的权势 保罗说罪的权势是律法 律法让我们不断的犯罪 各位这一点 我们会继续不断的在谈 法律或者律法是很好的东西 为什么会引起我们的恶欲 那么保罗 这不是因为法律不好 是因为我们已经卖给罪了 当法律 上帝要我们做的事 或不要我们做的事 一说出来的时候 保罗说会勾引我们 做犯罪的动作 保罗说 这我们到第七章的时候会再解释 当律法说 不可贪婪的时候 罪就趁着这个机会 把贪婪的心挑动起来了 好 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讲 不过保罗现在在提一件事情 我们生活要幸福 要快乐 要神称赞我们是异的 是好的 一般来讲 应该没有别的答案 就是守律法 就是守律法或者和律法 我再说一次 他是一个好人 因为他这个做人的 言行符合 好人的标准或者法律 他是一个好厨师 他烧的鱼很好 他的手艺符合 烧好鱼的法律的标准 但现在 我们没有能力做这个事了 所以任何一个上帝的律法 对我们来讲 只是让我们知道 妄扬心探 我办不到 律法叫人知罪 我们如果要好 我们要守律法 因为我们已经卖给罪了 我们守不了律法 我们就看到律法 就非常绝望 律法叫我们看到 我们永远达不到上帝的标准 我们绝望 我们灰心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这样 有的时候 我是很容易灰心的 就我记得我在 好像是初中的时候 有一次 大概有一个礼拜 我每天早上 去买面包的时候 从家里去买面包 然后回家 我学习爱习时间 就背一下 国文课本里面的 该背的东西 我很努力了一个礼拜 每天去背一些 回来的时候再背 发现背的不错 过了一个礼拜 每天都背一点新的 每天背一点新的 过一个礼拜 我就想说 我已经背了一个礼拜了 我先温习一下 我第一天背的 记得记不得 我发现我都忘记了 我那一次是 不想用功了 不想再用功了 我这么努力背 背了以为记得了 原来是记了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一天就忘记了 灰心了 各位我不知道 你们当中 有没有人是灰心的 有没有人在教会里面 或在学校里面 灰心了 我实在不想用功了 我没办法用功 或者我们讲 略有一点好笑 但是也很伤痛的 我实在不要减肥了 因为总是失败了 灰心了 只有这条路 让我们成为一个好人 就是遵守律法 但这条路 写出来的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遵守不了 怎么办 所以保罗到第三章二十一节 就开始讲正面的了 我没有办法保持我的身材好 我的身材不能被称义 就我用这个好称义来讲 你们比较容易了解 因为我办不到 其他的言语啊 弹琴啊等等都是这样 保罗说你办不到 你不想弹琴 你弹不好 你没那本事 你没办法节食 你没办法运动 你没办法约束你的舌头 啊我告诉你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了 这意思就是有一点像 我们以前说 要苗条就要少吃 现在我们有个广告 好消息 药苗条可以在大吃大喝中得到 可以在违反吃喝的法则中得到 你尽量吃没有问题 好像是这个意思 因为本来我们知道 要被上帝称为义 称为好 称为漂亮 等等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遵守律法 或者law 现在呢 我们没有办法 所有上帝的law 只显出我们遵守不了 我们看到上帝的law 就非常的恨恶 好现在神的义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了 哎呀张姐妹 你怎么越来越苗条了 你肚子饿了几天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完全不必在乎那些东西 那教我嘛 那就是我们传福音的秘诀了 有个好消息 你可以大吃大喝 仍然很瘦 各位人间没有这个东西啊 不过看起来好像神那边有 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 而且他说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法律 上帝的法律 证明除我本家以外 另外还有分店 而且我本家的没有用 分店有用 律法证明 律法不能达到的 能够让我们称义的那个办法 已经显出来了 先知也是圣经的一部分 律法和先知就是 有圣经为证 然后二十二节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这就是因信称义了 我们再说一次 神的义 是指 最基本的 神是公义的 神是良善的 神是正直的 第二个 神的律法 是公义的 第三个 人不守神的律法 神处罚我们 他的刑罚是公义的 本来这条 应该跟另外一条 也相对的 就是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律法 神给我们的赏赐 也是公义的 但是那条不适用 因为我们都不遵守 但神罚我们 是真的有的现象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避免 那么我记得最重要 第四个 神的义 后来路德发现 是神 白白给人的一个恩典 神的义 是神说你好 神说你好 因为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在圣经学者最近的 这十几年来 越来越多的人 会说 因信耶稣基督 是不好的翻译 应该说 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实 就是他们很强调 不是我们信耶稣 而是耶稣的信实 使我们被称义 这个想法是不错的 但是不对 就是所谓不错 又不对 就是他们希望强调 上帝的信实 这是对的 但是我们要得到 上帝的意义 我们自己的信心 是重要的 虽然这个信心 一定是来自神 我们要得到 上帝的称赞 再一次 我刚才举了 那么多例子 你要被人说 你的成绩好 你是好学生 好运动员 好钢琴家 好丈夫好妻子 就是称义 一定是行为符合标准 现在保罗说 在行为符合标准上面 或者肉体符合标准 也就是看得到的符合标准 这条路之外 有另外一条路 就是信耶稣 什么意思 我们等等会举例子 因为信耶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这两句话是看起来多余 其实就是强调 凭着信心 凭着信心 会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你被称为是一个好厨师 这等于是这样说 你被称为是一个好厨师 跟你菜烧得好不好 一点关系都没有 天下哪有这种事 你被称为一个美女 跟你长得好不好看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天下哪有这种事 哎呀你的考级很好 今年考核是假等 跟你今年上班的表现 一点关系都没有 哪有这种事 那跟什么有关系呢 是你只要信耶稣就给你了 我们也先说 因信称义这个道理 给人最好的平等主义 就是你在上帝面前 绝不因为你的肤色 你是白种人 黄种人 黑种人 上帝称你义或不义 也绝对不是因为你的IQ EQ或者颜值 决定上帝说你好或不好 你的肉体 你的身体 你的表现 你的行为有价值 但是上帝要说好 跟这些都没关系 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信耶稣有关系 这是什么意思 不管是什么意思 最少基督教这种 人都有罪 和人都是凭着信心得救 给了人和人之间的平等 和不骄傲 一个最好的基础 人间所有的 你的肤色 你的美丽 你的IQ 你的EQ 你的颜值 你的各样东西 在上帝面前 统统不能夸口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凭着信心 好 我们再说 这是什么意思 因信称义 我们得救是白白的恩典 我想每个基督徒都耳熟能详 但这观念 其实我们很陌生 今天我就 刚才讲的都让你觉得很陌生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举例子了 这个例子呢 在罗马书第四章 其实讲的更多 不过我们先提一下 到第四章也会提 容我来举例子 你要修一门课 你修这门课 你很希望得到A 然后你就去 还没上课之前 你就去跟教授讲 你说教授 我想修这门课 而且我想得A 下面你会问的问题 就是那个少年观 问过耶稣的问题 我当做什么 才可以得永生 我当做什么 才可以得A 我要做什么才能得A 那么教授 一定会跟你讲 你要做什么才能得A 那么上我这门课 不可以迟到 不可以早退 每次考试要95分以上 报告要写得很好 你做到了这一切 你就可以得A 各位 一般教授的回答 都是这样吧 你碰到过一个教授说 你要得A 你信不信我会给你A 你说我信 他马上从成绩单 在成绩单上写上你的名字 在你名字旁边写A 你还没有上过一堂课 你还没有教过一篇报告 就是你信 他就给你 各位人间没有这种事 所以你会信耶稣是很奇怪的 这上帝很奇妙的恩典 你没有做 怎么可以能得到 没有行为 不符合标准 只是你信 好 再举几个好笑的 这个你们领受了就已经够了 你在找工作也是一样 我们都简化的说 你到那个人事室 你跟那个人说 我希望一个月能够有四万块 我要做什么一个月有四万 你要做什么 你打字有多快 你不可以迟到 不可以找对付 给你的工作都要做成 你要完成什么样什么样的工作 都做到了 你可以一个月四万块 你不会碰到一个老板 你要一个月四万 他说你要一个月四万 你信不信我会给你四万 你说我信 他马上从西装口袋掏四万给你 你还没有做工 一天都没有做 你信他就给你 第三个例子 在第四章有讲 那么得赦免 第四章的第五节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是就是有福的 在第四章的第四节也有讲 做工的得公价 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 我有不做工的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 正如大卫称 那在行为以外 蒙神算为义的 行为以外怎么能算为义呢 看一个人义不义好不好 就是看他的行为啊 行为以外 第三个例子 你在 有一个人在法院里面 假如所有的证据 都显示 他是杀人犯 包括DNA化验 身上的血迹 人证啊 物证啊 摄影啊 他自己也承认是 最后 我们假定了 法官给这个犯人 嫌犯一点 最后说几句话 这个犯人就跟法官说 我们也简化地说 法官 饶了我吧 赦免我吧 恕我无罪吧 我实在是犯了这些罪 但是恕我无罪吧 饶了我吧 法官说 你要我判你无罪 一切的证据都显示你有罪 你要我判你无罪 各位你们应该接得下去了 你信不信 我会判你无罪 那个犯人说 我信 法官说 无罪 各位这是恐龙法官 大卫称那行为以外 蒙神算唯一的 他用的字眼 我们熟悉 因为这是诗篇32篇 大卫认罪的诗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我们再一次说 我们很熟悉 你不懂这是多么荒唐的话 他用的遮盖其罪 遮盖 不是一个好字 cover up 掩盖你的错误 上帝把你的错误 盖起来了 当然这绝对不会是坏字 不但不是坏字 是非常好的字 顺便先跳一下 就是如果在教会里面 我们把音信称义道理 讲得清楚 各位真是能治百病 千病万病 我们真的好多的痛苦 上帝对我们的罪恶 各位你们大概 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都犯错 我们都犯过错 有的很严重 那么我们犯错 如果是得罪我们的配偶 我们身边的人 亲爱的人 我们得到原谅了 赦免了 很好 但是我们很怕一件事 就是算旧账 老婆说饶了你 然后下次吵架的时候又说 你敢对我这么凶 你忘记了 你当年怎么对我的吗 就是算那个旧账 顺便跟你讲 真的饶恕是不算旧账的 爱不计算人的过 计算那个字 有计算 有记忆 有思想 有喜悦的意思 我们有的时候很喜欢舔伤口 常常喜欢去想 一面想一面流泪 一面流泪自怜 一面很高兴 我好可怜哦 我被伤害 好可怜哦 就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 爱不去做这些事 爱不去想这些 罪恶的事 起码神对我们不这样 就是圣经用这个涂抹 遮盖 有一个含义 不只是赦免了 原谅了 而且 连痕迹都没有了 好像 没有发生一样 各位 这对我们每个人 应该都是很重要的医治 因为人会不住的 对我们说 我们自己会不住的 对我们说 良心会控告我们 魔鬼会在我们耳边讲 你是什么东西 你来服侍上帝 假冒为善的人 那么我们需要能够不被控告 但是不被控告 上帝说 你信 我就赦免你 好像很好 这意不意呢 就这 好像是不公平的事 行为不好 没有做什么事 神就给你A 给你一个月四万块 算你为义 行为不好 上帝因为你信他 就算你为义 这怎么通呢 这一点都不通 在第四章 另外再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亚伯拉罕生孩子的事 是亚伯拉罕和 撒拉都是不能生了 按着肉体 按着生理的law 法则 他们夫妻两个都不能生了 有一个不能生 就已经够了 何况两个都不能生 圣经上讲 在创世纪十七章 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 亚伯拉罕的身体如同已死 不能生了 那么在不能生的时候 撒拉是九十岁 亚伯拉罕是九 撒拉是八十九岁 亚伯拉罕九十九岁 神说明年这个时候 撒拉会生 本来亚伯拉罕也不信 会笑 跟神讲讲讲 就 就信了 根据这里的经文讲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信心总是从神的话来讲 神的话领导他 信心就越来越坚固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 对不起 心里得坚固 原文没有心里两个字 也请各位原谅 可能这句话里面 有信的含义 亚伯拉罕本来软弱 后来坚固 讲他的信能力 有可能 就信心的确有这样的行为 就用的字可能有这个意思 在 我讲得很婉转 希望你们听得懂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 希伯来书作者讲类似的话 在十一章的十一节 因着信 这个因着信主词应该是指亚伯拉罕 因着信连萨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的年岁 岁数还能怀孕 我想英文翻的应该比中文准 这句话还能怀孕 直接的翻译 是亚伯拉罕还能有信行为 就是信心有这个行为 原来没有的 听到了上帝的话 就能够生了 这一点我们多多少少有点了解 不过我刚刚举的四个例子 因信称义 就是 没有做工的 给你A 给你工钱 有罪恶的 因为有信心 就算你没有罪恶 不能生育的 因为有信心 就能够生育 这是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不只是法律上的事 像不能生的能够生 这不只是法律上的事了 当然也可以说是法律 生物的法则 但重要的就是你要信 我举的这些例子 在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错误 没有做工 因为信 就得到了工价 这是恩典 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 这公平吗 上帝这样做义吗 好 我们就再回到 先回到三章二十三节 这里来讲 神的义 因为信耶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 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我们等一下会再来讲 如今劝蒙神的恩典 因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白白称义 神设立耶稣 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对不起 这些字眼我们都有一点头痛 但是我们在上罗马书的时候 不能只讲笑话 这个是有点头痛 而且这句话 我必须说翻错了 我把它翻得更正确一点 26节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这个没有错 使人知道 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这翻的就不恰当 应该是这样讲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他 在称信耶稣的人的义 信耶稣的人为义的时候 也使自己为义 也就是说 神 因着那个人有信心 他是不义的 我称他为义 神这样做 不但没有不义 还显出他的义 你没有做工 你没有考试 我说 你可以得A 因为你相信我 这个老师不义 这老师太糊涂 保罗说他没有糊涂 他这样做 不但让你得到了A 也使人承认 这个老师是一个A plus的老师 就是神在做赦免罪人 称罪人为义的事上 没有不义 不但没有不义 显出他自己是义的 好 各位 这是很头痛的事 就是我们承认 我们不好 尤其我们被圣灵光照 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 我们甚至很多时候 我们也会说 我们是罪人 但是上帝赦免了我们 我们很感谢主 主这样爱我们 感谢的不得了 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一件事情 就神这样做 神是不是不公平 似乎是不义 似乎是不公平 这样说忽略了一件事 你什么工作都没有做 你没有上课 就给你A 是不应该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 两兆之间的事 老师 学生 法官犯人 可是在我们讲 救恩的时候 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 不是上帝和罪人中间的事 还有第三者 不是小三 是耶稣 还有中宝 这样说 我没有做工 可是耶稣做了 我没有写功课 可是耶稣写得非常好 我没有做工 但是耶稣替我做了 我不能生孩子 但是耶稣帮我找到了代理孕母 总之我们会说一件事 耶稣代替我们 那么我们通常说的那句话 为我们的罪 为我们的罪死了 为呢 是 for us的意思 为我们 代替我们 但是 那个for不只是代替 而且代替 也有问题 我没有做功课 耶稣帮我做功课了 各位这是作假耶 这怎么能代替呢 这是抄袭论文耶 你不必念法律 我们就想想看嘛 在一般犯法的时候 哪里可以有人代替的 轻的 你犯了什么罪 有期徒刑三个月 那可以用罚金代替 重的不行 重的不行 你不能因为你有钱 你该被枪毙 有一个穷人 你给他多少钱 给他家里多少钱 他代替你来死 不能代替人做功课 不能代替人做功 不能代替人坐牢 不能代替人受刑罚 所以当耶稣代替我们的时候 我们本来觉得 好好好 上帝没有不公平 但再想一想看 还是不行啊 代替这件事 大大的不易啊 所以我们更复杂一点 今天这些复杂的东西都来了 主耶稣不只是代替我们 代替是substitute 主耶稣也代表我们 represent 代替和代表这两个 缺一不可 代替表示 当耶稣代替我们受刑罚的时候 代替我们受刑罚的时候 for our sin 代替我们的时候 我们没有受刑罚 痛苦都在他的身上 而且从耶稣的救赎来讲 耶稣不仅是代替我们受刑罚 不仅在负面的替我们承受刑罚 而且在正面的 代替我们遵行了上帝一切的律法 以至于遵行以后的赏赐 也给了我们 代替我们受刑罚 是我们不必受刑罚 代替我们遵守律法 是我们可以得到遵守律法的好处 就我们占尽一切平衡了 但这公平吗 这是作弊耶 怎么可以有代替 所以 这其实一直都有神学家牧者 注意到这件事情 圣经里面他们就强调 不只是耶稣代替我们 也是代表我们 represent 代替只是在讲到说 我们没有做工 主帮我们做了 我们没有受刑罚 主帮我们受了 这是代替 但代表就不是了 代表是 代表为我做的事 我也做了 而且一点没有犯法 完全合法 今天 我不能参加管委会的会议 你代表我投票 你按照我的意思去投票 这没有作弊 这完全对的 耶稣是代替我们 也代表我们 代替我们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但享受了那个福气 代表我们 各位 严格的说 我们就什么都做了 我们也受到了刑罚 我们已经在代表当中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们因着信靠耶稣 耶稣所做的一切 已经算在我们身上 这个神学上叫 与基督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用约翰的话讲 就是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 那么这一点呢 就是因信称义 因为耶稣代替也代表我们做 这个在生活中 需要圣灵给我们更多的帮助 让我们 让我们更加认识这件事 好 不过我们现在就先回到 这个地方 回到 罗马书第三章 神的义 在律法以外已经显出来 我希望你们看得出来 在律法以外 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福音 福音就是耶稣对我们的拯救 耶稣给我们的恩典 显出来了 而律法和先知都证明了这个事 神的义因为你信耶稣基督 因为你对 耶稣基督的话 和一切 你相信 神就赐给你 信心 不是肉体 也不是行为 信心就是领受上帝化的结果 所以 信心使人 没有可以夸口的 不要为你的肤色 面貌 头脑 知识 骄傲 因为这些在神面前都不够好 你唯有相信上帝 为你成就的 那么神就把这个加给你 没有分别 路德说 对神最大的恭敬 就是相信他 相信他的话 这个我也说明一下 也举例子说 我 有一年在 那是二十多年前 上海的一个华商团庆 我在那里退休会讲道 那么那是在一个叫太阳岛的旅游圣地在那里 每个人都住在一间一间小小的独立的别墅里 最后一天晚上讲完道 大概九点钟了 那么有一些姐妹就说 康牧师 我们好多人的先生 听了想要信 耶稣了 不过还有一些疑问 还缺临门一脚 我们今天晚上 想聚在谁谁谁的家 然后你来这里再给他们临门一脚好不好 我说好 我说不过很多人找我 我 你们这这么多人 我要最后才去 可能一两点钟了 没关系 我们一定等你 我说那我一定会去 好 我那天晚上就很多人谈话 谈谈谈 真的差不多一点多钟了 我才要去 那个 那位弟兄的别墅 我这人没有找路的能力 就在那里 找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还是找不到他家住在哪里 我就回我自己的宿舍 回去 电话响了 康牧师你来不来 我说我要来 但是我实在找不到地方 他们就再指示一下 我就去了 去了那天谈到三点多钟 很好 但是很感动我的是一件事 两点钟我还没有来的时候 大家都说 康牧师今天大概不会来了 有一个人 他说不要走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我知道 牧师 说话 一定算数 他说他会来 他就一定会来 我们等 哇 听得我也毛骨悚然 因为我本来没有要来的 我放弃了 各位 但是当人家这样说 他说会来 他就一定会来 这给我很大的荣耀 路德说 你信上帝的话 是比一切的功都要伟大 因为上帝的话 是上帝自己的工作 比你做的任何工作都要更好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没有分别 二十三节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个也值得去想一下 世人都犯了罪 我们可以同意 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 有人说神的荣耀就是人 因为神的荣耀 就是神 把自己最美好的部分 呈现出来的 那整个这个宇宙 钻石可以显出神的荣耀 星星月亮太阳 可以显出神的荣耀 山和大地 可以显出神的荣耀 荣耀就是美 神的美 但是 神的荣耀 神的美 最美的 不是钻石 不是山和大地 不是物质 不是矿物的东西 是物质 神的荣耀 最荣耀最美的 是你 只有你 只有人 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 最美最好 各位真的比 星星月亮太阳 或我们平常步道会 什么雪花结晶啊 这些东西 要美太多了 人是最美最好的 但是 最美最好的 一旦堕落了 也就最丑的了 蚂蚁发疯 没有什么关系 大象发疯 就很严重了 美女 给了魔鬼 这叫亏缺了 神的荣耀 有人是这样解释 神的荣耀 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犯罪 就是 污辱 羞辱 颠污 上帝 上帝的荣耀 上帝 上帝的美 不过我想 可能这句话 意思比这个要广一点 人犯罪 人犯罪 不仅是 我们把 我们身上 神的形象 弄脏了 弄坏了 弄丑恶了 也就羞辱了上帝 我们是把整个宇宙都败坏了 世人都犯了罪 把上帝的荣耀 弄得 就是 就都 都弄得没有了 亏缺了 缺少了 就显不出神的荣耀 本来神在造这个万物的时候 要显出他的美好 这一点 也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的 就是 通常我们在讲 神的荣耀的时候 是指神的美 那么在基督教里面 我们比较不注重美的事情 我们比较注重真 天主教比较注重善 东正教是很注重美 如果你看他的教堂就知道 不过 神的荣耀 神的美也 不是纯指这些 就是神的一切的美善美好 这种美善美好 不只是我们看到的美 也有一些 就是让人敬佩的 欢喜的 人的罪很严重 这里的写法是一个标准的写法 但是实在不太容易懂 世人都犯了罪 你可以接着说的 我们都会讲的 甚至不信主人也会讲的 世人都犯了罪 很邪恶 很自私 很下流 很 很叫人活不下去 但他说 世人犯了罪 是把上帝的荣耀 败坏了 亏缺了 好 如今 劝蒙神的恩典 因 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白白称义 恩典我们讲过 恩典两个意思 一个这是好的 美好的 所以恩典英文 grace 形容词就是graceful graceful就是很优雅的意思 恩典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东西 grace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不要钱的 白白的 各位天下有不要钱的东西 有 但是不一定是好的 你被蚊子咬了 白白被咬 没有什么好 你没有花钱 那么神的恩典是 白白给我们的 这个我们也许也在罗马书会多谈一点 觉得真是好难解释 就是说起来好像是敬钱的话 但是实在也是很理智的话 就是我们怎么会信神的 我们怎么会成为他儿女的 讲到最后 这不可能的 各位 你没有看过上帝 你没有摸过上帝 你没有听过上帝 五官一切所用的 都用不到上帝 你拿不出上帝给别人看 你没有看过他 你信他 你不但没有看过他 信他 彼得说 没有看过他 又爱他 各位姐妹 你从来没看过男人 你会爱吗 可能有了 那么 但是 但是 那个没有看过 什么都不知道 我要讲的就是 实在不是我们拣选上帝 上帝拣选我们 我们怎么可能信 我们蒙了很大的恩典 这个不只是灵修 这个实在是很伟大的神学 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令耶稣基督的救赎 救赎这个字呢 一个当然是救 在我们中文要表达出来的 是救 我们已经讲过了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这就表示出 神的儿女 我们这些被拯救的人 是在一种很可怜的状况中 我们并不是一群很棒的 把我们变得更棒 我们是很烂的 很可怜 需要被拯救的 那么怎么被拯救呢 各位怎么被拯救 讲最简单的 也是现在很多神学家 喜欢讲的 各位恐怕对不起 也是你们教会喜欢讲的 没有错 只是我觉得 没有讲到最重要的地方 我们今天讲 就通常是讲 从邪恶的力量 地狱的火 魔鬼的力量 或者我们看电影里面 一群良善的人 被恶魔啊 或者是坏人啊 绑架起来了 那么就 蝙蝠侠 蜘蛛侠 什么侠 很有能力的去把他们救出来 或者007啊 把他们救出来 那么 这个没有错 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喜欢强调就是 我们是在跟撒旦作战 耶稣在跟撒旦作战 然后把撒旦打败了 这样救 不过呢 不要忘记还是有个俗字 虽然可能少一点 俗跟救 类似 但是有 有关 但是不一样 圣经用了俗这个字 跟我们今天有点像 你今天被坏人绑票了 这电影太多了嘛 被绑票了 去救 恐怕很难救 因为坏人防范很严 只能用熟的 用熟就是用钱 那么通常电影这一幕也是很精彩刺激的 那么 一个皮箱的钱 最后给了绑匪 然后在种种的变化当中 那小孩子放回来了 然后绑匪呢 拿着那一箱的钱 上了直升机 然后 很高兴上直升机 啪 爆炸了 原来那个箱子里面有炸药 把绑匪都杀死了 初代教会 很多神学家 没有看过这些电影 但他们也有这种想象力 他们说我们被救 是被赎回来的 Ransom 怎么被赎回来呢 也是跟刚才讲的场景差不多 我们因为犯罪 被魔鬼控制住了 然后上帝就来跟魔鬼谈判 上帝说 你把我的儿女放了吧 魔鬼说哪有这么好的事 要交换 要有赎金 上帝说 我把我的儿子给你 你把这些人给我好不好 还有魔鬼一听乐死了 因为我们又脏又臭的罪人 魔鬼也很讨厌 如果把我们丢掉了 能够得到耶稣那么圣洁美好的 那太划算了 于是魔鬼就把我们丢掉了 然后把耶稣抓住了 这个抓住丢掉的那一幕呢 就发生在十字架 耶稣死了 魔鬼就抓住他了 耶稣死了 魔鬼抓住他 就把我们放了 这是很多神学家这样描述的 魔鬼好高兴啊 因为我们这些很难吃 又脏又臭的 他可以把他吐掉 然后把耶稣吃得很舒服 但是魔鬼有所不知 他把耶稣吃下去了 吃到肚子里了 很舒服 就耶稣爆炸了 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把魔鬼炸死了 各位 你们都觉得很好笑 可是这是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 在神学家里 这一段 这个讲法呢 在最近又比较流行了 就是喜欢讲 我们救恩是 魔鬼跟耶稣在作战 那么耶稣得胜了 最后得胜了 很好玩 但是 恐怕是错误的 你再想想看 如果上帝要救我们 因为我们在魔鬼的手下 上帝要救我们 要这么大费周章吗 耶稣的能力 或上帝的能力 魔鬼能比吗 我们看到电影 那个恶人 他们的捆绑 那个人质的地方 多么严密 对上帝来讲 要打破 要消灭 太容易了 上帝要消灭魔鬼 耶稣要消灭魔鬼 这样一下就可以了 死光光 就死光光了 消灭就消灭了 哪里还需要这么 这么复杂的步骤呢 另外 各位这个交易 上帝有欺骗之嫌 说这是一亿美金 其实里面是炸药 上帝不能骗 即使是打击魔鬼 也不能骗 所以这个讲法不太好 我们承认耶稣 道成肉身 在思想 为我们罪 死了复活 有跟魔鬼作战的成分 借着死败坏 长死权的 是有 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 用赎金这个观念 救赎这个观念 重点 其实不是在 在什么 赎回我们这些人的 用钱来赎回来 重点是在讲 上帝如果要 称我们为义 要恕我们无罪 要说我们是没有罪的话 他要付代价的 各位 真的要救我们这些罪人 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不只是我们顽梗 背逆很难 是上帝不能违反 自己的律法 各位你真要知道 神没有违反他的律法 有人说 上帝的慈爱和他的公义 是冲突的 最后慈爱胜利了 这个讲法不对 上帝的慈爱和公义 是一致的 谁都不能 就是不能够废掉一个 有另外一个 保罗在这里讲 我们可能可以很安慰地说 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做 赎架 为我们死 这个道理 耶稣一生 门徒都不懂 到他复活了 门徒还不懂 门徒只以为他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 到五行节 圣灵浇灌下来了 门徒懂得还是有限 他们有讲到赎罪的道理 但是 真的很懂 那是保罗出现以后 保罗把音信称义道理讲得更明白 可是保罗讲了以后 大家能够懂多少 这是一个恩典 恩典还可以懂 奥古斯丁也讲很多 但是音信称义 大家就不是那么容易懂 在中世纪的时候 有个神学家 我记得我提过 安森 我很喜欢这个神学家 一个他写的东西很少 不像人家写金庸的小说一样 神学书写一大堆 然后他很尽钱 他两个文章 都是从祷告中开始 一个是 证明神的存在 那是最枯燥无味的逻辑上的事 证明神的存在 安森 这个在网上都可以看得到 有翻成中文 安森 写的祷告词好动人 他先说 神啊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你是无所不在的 你无所不在 为什么我看不到你 而我们在罪恶中 我们看不到你 我们很痛苦 我们寻找你 那么 我们怎么寻找你 你是什么样子 然后安森 我们说 你是最伟大的那一位 你是最伟大 不可能再伟大的那一位 他讲的比这还复杂一点 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了 你是最伟大的那一位 你不能想象更伟大的那一位 如果你是最伟大的 你就有一切的完美 各位注意听 他就说 所以你一定存在 因为你不存在 就不够伟大了 安森说 我证明上帝存在了 因为他最伟大 你单单想他是最伟大 你就必须承认 他一定存在 因为不存在 就不够伟大 完了 安森这个叫 Anthologic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他这个证明上帝存在的 各位你还没听完 他已经讲完了 我刚刚你还没听到 我就已经讲完了 我证明上帝的存在 就是因为 从定义来讲 他是最伟大的 所以他一定存在 那事后好多人都反驳他 那么我在神学院 教课的时候 同学一般也是拒绝这种想法 不过他始终有那个 Phoenix 凤凰的能力 总是可以浴火重生 就是很多哲学家都觉得 这么简单 单单就上帝是最伟大 不可能更伟大的那位 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不能那么容易就否决他 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我讲的是他另外一篇 另外一篇就是 神为什么成为人 那么神为什么成为人 他就讲到说 耶稣基督道成肉 神在实际上死 各位最重要的 不是针对魔鬼 如果要消灭魔鬼的作为 的确是耶稣基督显现 约翰一书讲的嘛 神儿子显现要消灭魔鬼的作为 是的 但是我们也诚实的说 想一想要消灭魔鬼的作为 三位一帖第二位 不必成为肉身嘛 再一次 耶稣在天上 神在天上 不管圣父圣子圣灵 说魔鬼你通通消灭 讲完这句话就消灭了 不必什么道成肉身啊 然后跟魔鬼作战啊 什么都不必嘛 打击魔鬼对我们来讲很难 对耶稣太容易了 根本不需要 各位神学家很强调一点 正统的很强调一点 我们也需要注意 只是不好讲 道成肉身十字架 整个恐怕最重要的 是针对上帝 上帝的愤怒 必须是上帝的儿子成为肉身 才能解决上帝的愤怒 对魔鬼 对其他都不需要这样 所以我们回到这里 各位 讲救恩 讲三位一体 这都只是皮毛的一点点 但是我们在讲的 不是救恩论 也不是在讲三位一体 我们是在查罗马书 所以更要快一点讲下去 还不错 我们可以快可以慢 上次一次讲三章 这次三节讲 讲两堂 因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白白的称义 神的恩典 表现在耶稣的救赎上 耶稣的救赎的结果 我们就被上帝说是义的 我们没有做什么事 甚至我们的本质 还是罪恶的 可是因为我们信 神就称我们为义 而这样做 神丝毫没有不义 太稀奇了 真的很难解释 好 第二十五节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记 挽回记也是一个 需要花很多力气解释的 但我们没有力气去花了 挽回记这个翻译 我自己觉得是对的 我没有什么 我不是专家 但我觉得是对的 相当多的英文译本 中文译本 都不太喜欢再翻挽回记了 喜欢翻的是赎罪记 或者赎罪记 除罪记 那样讲也没有错 不过挽回记有一个重要的含义 就是耶稣的死 最重要的是要平息上帝的愤怒 那么整个的问题 整个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 整个的问题不是我们欠了魔鬼什么东西 我再一次说魔鬼是次要的角色 是也有很多痛 对我们有很多痛苦的影响 但是次要的角色 神让耶稣做挽回记 是凭着耶稣的血 血在圣经里面 也有两个相反的含义 一个是生命 这很早你就可以看到 生命在血里面 所以凭着耶稣的血 是凭着耶稣的生命 也就是耶稣的生 那么如果就神学来讲 就是耶稣在生活中 顺服上帝的表现 这个通常是讲 耶稣的active obedience 他积极的顺服上帝 也就是他遵守了神一切的律法 这叫上帝非常喜悦 但是血有一个相反的意思 血如果是生命 血流光了 就是死亡 所以血也可以指着死 那么耶稣的死 成为挽回记 平息了上帝的震怒 耶稣的生 成为挽回记 让上帝非常喜悦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上帝一看到耶稣 天父一看到圣子 就非常的喜欢 满心喜悦 各位 你也要得到上帝满心的喜悦 所以你要信 上帝看到我们应该很生气的 因为我们污秽 肮脏得罪神 但是当你身上 因信 披带了耶稣 披带了耶稣 穿上了新人 上帝看到你就喜悦 我们感谢主 我们自己没有值得喜悦的 但是披带耶稣就喜悦 那么 耶稣顺服上帝一切的工作 或者叫Active Active Obedience 遵行了上帝的律法 让上帝很喜悦 耶稣也 Passively Obedient to God 被动的顺服 或消极的顺服 就是 耶稣没有犯罪 却替我们承受了 犯罪的刑罚 那这一点我们是通常 比较熟悉的 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死 但是耶稣所做的 不只是在十字架上 整个道成肉身都在做 代替以及代表我们 遵守上帝律法的事 那么神看到就真是喜欢 真是高兴 那么我们人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我们听到神的话 被圣灵感动 非常稀奇的 我们相信了 神就非常喜悦 各位我们也很高兴 我们居然就被厌重了 能够信靠他 神这样做是显明他的意 这个显明他的意 可以把它也扩大成 显明他的智慧 显明他的能力 显明他的救赎计划 这都可以再讨讨论 这都可以再讨论很多的 包括 是不是只有耶稣 死在十字架上 道成肉身才能救人 上帝可不可以 不要道成肉身就救人 很多的神学家答案是说 可以 我们又稍微引得远一点 各位你记得耶稣 有过 包括有一次特别明显的事 有人 是一个瘫痪的人 他和他四个朋友 要来见耶稣 人太多了 进不来 于是他们就把屋顶拆了 然后耶稣在讲道的时候 把那个人放下来 各位这是很愚蠢的事 我也不知道 怎么可能是这样 当然当时不是钢筋水泥啦 是茅草屋 比较好拆一点 但是也不必到这种地步吧 有人要求医 但是哇一大堆人排队 他实在是挤不进来 你再等一下嘛 你等一个钟头可以吧 你拆一个屋顶 恐怕也要半个钟头耶 你等一下嘛 他们不等耶 要拆屋子 而且耶稣还在讲道耶 你拆屋子 谁还能听到啊 然后看到那两个下 好像变魔术一样 所以耶稣一看到 就说一句话 小子你的罪色了 各位你去看牙齿 牙医会说 你这很严重 要根管治疗 你这很严重 没药可救了 或者说你这可以医治 牙医看到你的牙齿 会不会说 小子你的罪色了 医生只会说 你的病可以医 不可以医 不会说你的罪色了 他在说什么神经病的话 小子你的罪色了 我们听不懂耶稣 为什么这样说 专家听得懂 在场有一些文士和法利塞人 听到这句话 就知道这句话有多严重 各位你知道那句话多严重 当耶稣说 小子你的罪色了 他的意思说 注意啊 我是上帝 因为设罪 只有上帝有这个权利 这我们也说明一下 各位设罪 恕你无罪 设罪 赦免 饶恕 原谅 Pardon Forgive 说起来容易 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 其实很难 我们先讲容易一点的 你今天在高速路上 你超速 警察把你拦下来 你超速 哎呀我太太要生产了 所以超速了 请你原谅 警察一看 真的挺个大肚子 好吧好吧 我都帮你开道 我管快超速过去 到医院 如果你是高速路上 超速 而且超的不多 情节不严重 警察的权利 可能可以赦免你 各位你杀了人 谋杀 警察就不能饶了你 没有人能饶了你 因为你的情节太严重了 没有人能饶恕你 赦你的罪 哦可以 在所有的文明国家里 即使被法院定罪 是处死的 死刑的 他还是有救 总统 有权特赦 这是宪法赋予很多总统的权力 权力越大的人 才越有权力赦免饶 越大的罪 越需要越大的权力 才能赦免 当犹太人觉得 犯罪是那么严重的事 犯罪是得罪神 所以当你说一句话说 我饶了你 你的罪 只有神能说这话 当时的犹太人会说 连弥赛亚都不能赦罪 只有神能赦罪 如果我们再讲严肃一点 连神都不能赦罪 因为旧约新约都有这句话 若不流血 罪不得赦免 要赦免 要流血 要死 可是死了还有什么赦免的 你要我饶了 你非先把你打死为止 打死了 还什么饶了我 饶了就不要打了嘛 神要赦免我们 说起来很容易 恕你无罪 神甚至要我们饶恕 但是做起来好难 包括 不是心理上的难 包括他明明犯罪 需要处罚 怎么可以赦免呢 耶稣 耶稣要表明 他有这样的权利 耶稣也要表明 罪恶和疾病有关系 所以就行了那个神迹 说那个话 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赦免一个罪 圣经上还有跟罪有关的字眼 罪赦免 罪涂抹 罪洗净 罪挪去 这些没有一个容易 其实都是比喻的 各位我犯罪了 我今天说了一句话 我羞辱了你 羞辱了我太太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说了一句话 伤人 你可以饶恕 但是我说那句话的结果 已经造成了 可以消失吗 可以让它消失吗 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件事 我坐公车 那么公车司机 撞死一个小孩 各位他撞死一个小孩 我看到他脸色好苍白 好害怕 如果小孩的妈妈跟司机讲 司机先生我饶恕你 完全饶恕你 那个司机会平安吗 设罪 什么叫设罪 已经犯的错误 能够消除吗 已经犯的错误 不去处罚 可以 但是那个错误 能够消除吗 各位这都是很严重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救恩宝贵的地方 就是上帝的恩典 的确 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 赦免 涂抹 挪去 弥加书里有讲 丢到深海里 都不再看到了 各位这都是圣灵的工作 这都是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工作 在我们生活里 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历史历代 包括今天 包括你我 包括外面这些信主的 不信主的人 都需要的 我们被控告 我们很痛苦 这个罪恶要涂抹 需要上帝的恩典 这是神的义 这是耶稣的血 我们能做什么 你做什么都不能够 你只有信 凭着信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 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世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即便他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神我们没有做工 信耶稣 理由是因为 我们信耶稣 跟耶稣相连 所以耶稣的一切美善 可以挪移到我们身上 我们一切的罪恶 可以挪移到他身上 与主相连 与主同死 同埋葬同复活 好 我们只能在这方面 讲这么多了 那么 已经讲的够多了 不过可能各位还莫名其妙 我也没有办法 我们继续努力 保罗就说了 二十七节算是一个小节 既是这样 哪里能夸口呢 功课不是你做的 功不是你做的 A给你了 一切的美好都给你了 错误都除去了 罪恶都赦免了 你有什么可以夸口的 你有什么可以说 我的良善 我的美好 是我自己做的 各位我们的确是要做 没有错 但是我们会说 我们做的 只有靠主恩典才行 而且就算靠主的恩典 也是不完全 只有耶稣自己做的 才是完全的 我们不能夸口 任何一个人 甚至我们越是在教会里优秀 在世界上得称赞 你越不能夸口 你需要得到一个恩典 不断得到这个恩典 你比别人漂亮 比别人优秀 比别人善良 比别人谦卑 这都是主的恩典 你必须诚实的 不是说假话的 认识这一点 你不能夸口 你能夸的只是 自己是一个罪人 上帝拯救你 用合法没有的是 用立功之法吗 不是乃是用信 那么所谓立功之法 就是再一次 我们要有好行为 各位这一点都没有错 我们要心意更新变化 也一点都没有错 可是任何的好行为 包括我们完全靠着 圣灵所结的果子 也不能在神面前称赞 因为不完全 那是好的 也被肯定 但是不能称赞 因为不够完全 只有耶稣的工作 我们只有信耶稣 我们才能称赞 二十八节 所以我们看定了 人称赞是因子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这句话 违反人间一切法律 道德的原则 人间说的话是 我们看定了 人称赞是因为 遵行律法 不是因为你说说信心 就可以 因为这样 不在乎遵行律法 不在乎你肉体的表现 不在乎你的肉体 不在乎你的行为 那么也就不在乎 你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了 世界大同 大家都是平等的 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下 才能够成立 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 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 是的 也做外邦人的神 神既是一位 他就要因信称乃受割离的为义 也要因信称乃未受割离的为义 这样我们因信废掉了律法吗 断乎不是 是更坚固律法 只有一位神 神没有两样法码 到神面前 就只有一条路 人到神的面前 只有凭着信心 人非有信 一定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你信 我们刚刚举例子 你信神的话 信神做的事 神是最喜悦的 只有一位神 他没有两样的法码 那么受割离的 不受割离的 都是因着信心 信靠神的话 不是因为自己的肉体优秀 也不是肉体所做的行为优秀 那么 我们就因此得到了义 各位 你的头脑 受过这一个多钟头的轰炸 所以很痛苦 但是如果圣灵在你里面工作 我希望 你就会欢呼 啊 我们得了这么大的福气啊 我们这么烂 这么不好 居然得到这么大的恩典 当然我没有办到这一点 大家都非常困惑的 在看我 这里应该是保罗非常高兴 让他的读者也非常高兴 本来我们都是要大哭的 要称义 只有一条路 就是守律法 但是不管是犹太人 是外邦人 所有的人 没有一个能够 我们除了绝望 死亡 还有什么办法 就是我们真的在传福音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把 人的可怜 无望 讲出来 同时告诉他 上帝在我们这些绝望 没有救的人身上 因着耶稣给我们多大的恩典 如果我们能表达出来 我是觉得全世界 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人 都会信耶稣的 因为人生实在太痛苦了 那么有耶稣实在是太有福了 那保罗也就继续讲一件事 我们因信废掉了律法吗 没有是更坚固律法 看起来应该是废掉律法了 各位 就如同我刚刚举的例子 你没有做功课 你没有上学 你没有做任何事 你只信 他就给你A 我想以人的罪恶来讲 这个老师一定修他课的很多 但上他课的一个都没有 如果他对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们人是软弱的 用信心就好的话 不是废掉律法了吗 没有人想要遵守律法了 如果今天在街上 你犯任何的错误 警察都说没关系 我饶了你 就没有法律了嘛 干嘛要有法律 我们讲阴性称义 我们没有废掉律法 我们更坚定律法 我们知道上帝律法的宝贵 美好 我们不用律法来称义 但是我们喜悦上帝的话 我们喜悦上帝律法 重生得救的人 仍然不是靠着行为称义 但是重生得救的人 会越来越喜悦上帝的律法 这也是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我一直都没有 但是现在在看圣经的时候 我希望我能够有一点 就是像诗篇119篇所讲的 耶和华的律法 多么的美好 119篇太长了 我就讲19篇的几节 第7节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能苏醒人心 各位通常你去看耶和华的律法 是打瞌睡 他说是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通常是我们越看越糊涂 耶和华的训辞正直 能快活人的心 训导处 耶和华所颁布的 从来不会叫我们快活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绵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律法 比金子可羡慕 比蜜更甜 各位你看圣经 有这样的感觉 我没有 那么我希望 在我逐渐成熟长大的里面 我对上帝的道 上帝的律法 能够有更多的喜悦 这两个是同时并尽的 你对福音越来越了解 你对律法越来越了解 我们再用简单的话讲 律法是神要你做的 福音是神为你做的 内容都一样 叫人良善 内容都一样 叫人有爱 所有的律法都包在 爱人如己一句话 所有的律法都包在 尽心尽心尽力尽意 爱主你的上帝上 而福音 是让你知道 上帝多么爱你 以至于你可以爱上帝 这些 就是用一些比较通俗的讲法 我们可以有一些了解 但是在生活中恐怕还是有很多的困惑 我们求神帮助 我们没有废掉律法 我们更坚固律法 我们可以说阴性称义 也丝毫没有废掉律法 坚固律法 也就是各位律法 包括人要去遵守他 包括不遵守的要处罚 整个十字架和阴性称义 让我们清楚看到 神对人的赦免 的确是包括 神对人的处罚 在基督里处罚了我们 那么又拯救了我们 又处罚了我们 这就是我们在看 以赛亚书也会有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以赛亚书 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章 以赛亚书四十章 那么这我总是 因为这是韩德尔的 弥赛亚一开始的 那个永叹调 四十章第一节 你们的神说 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 又向他宣告说 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 他的罪孽赦免了 他为自己的一切罪 从耶和华手里加倍受罚 这句话看起来 好像是矛盾的 他的罪孽赦免了 赦免是什么意思 最基本的意思 应该就是不处罚嘛 可是他跟着说 他为自己的一切罪 从耶和华手里加倍受罚 赦免就不处罚 处罚就不是赦免 为什么又赦免又加倍被处罚 各位这里都 各位我们一定要想到 整个的救恩 不能离开耶稣 不能离开第三者 不能离开那中保 我们在后面就可以看到 那个被惩罚的 是一个很神秘的 受苦的仆人 因为他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因为他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将我们个人的罪孽 归在他身上 然后这里 乍看这些经文 你会觉得 就是耶稣带我们 那个受苦的仆人 代替我们受罚吗 这是对的 但是不能只有代替 还是代表 所以你在看以赛亚书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仔细一点 你会发现 那个受苦的仆人 既是指弥赛亚 也是指教会 或者以色列 我们的确在基督里 也受了处罚了 我们在基督里面 享受了一切的恩典 也经历了一切的刑罚 但是我们又没有经历刑罚 却享受了恩典 这是很奇妙的 不知道怎么样 再来表达出来了 总之我们没有废掉律法 上帝的律法 一点没有因为他的赦免 就废掉 丝毫没有废掉 每个都实现 每个都更强烈的实现 不只是实现了 不遵守而该有的处罚 也实现了遵守而该有的祝福 好我们也 再看一下 第四章 第四章第一节 如此说来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凭肉体得了什么呢 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 各位 行为 肉体 律法 字句 这四个东西 可以画等号 就是 肉体 其实就是 肉体的行为 肉体的行为 好就是 肉体的行为 遵守律法 肉体的行为 遵守律法 就是肉体的行为 遵守 律法的字句 那么 人能够凭肉体 得到什么 人能够凭着自己的肉体 和行为 得到上帝 给的意吗 从人间来看 当然是 而且不但是 而且此外还有什么别的 一个人被欣赏 被讨厌 就是他这个人的肉体 肉体这个词不太好听 但是你懂我的意思 他的行为 他的作为 或者他的高大 或者他的俊美 或者他的身材 吸引人或不吸引人 就是都是我们看得到的 摸得到的 不管在道德上 在美感上面 我们一切都是凭肉体 或者凭外貌 你不凭外貌 凭内涵 那还是肉体 就是他的肉体 不只是漂亮 而且他内涵也漂亮 还是他的肉体一部分 这都有价值 这都有价值的 各位 不是没有价值 在上帝面前称义 这都不可能 因为神要的是完美 而人间的任何东西 不够完美 神原来看是很满意的 但是人堕落以后 就没有一件事 神能看得顺眼 倘若亚伯拉罕 是因为行为称义 就有可夸的 就有可夸 就觉得 就 如果亚伯拉罕 有些什么好的行为 那么就有可夸的 只是在神面前 并无可夸 各位小心哦 亚伯拉罕 行为不够好吗 亚伯拉罕没有行为吗 可能很多人都会这样讲 这又是要非常小心 求主帮助了 我们常常讲 幸而顺服 我也常常听到有人说 今天还听到教会 有童工说 相信很容易 顺服很困难 我觉得刚好相反 顺服很容易 相信很困难 当然都是困难的 那么也有很多人说 我们要多有顺服 不要只讲相信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这是真的 不过我还是说 各位在圣经里面 最重要还是信 行为不是不重要 但在上帝面前 我再一次说 他要的是完全 你的行为 怎么会是完全 神要的是完美 只有一个东西 是完美的 就是神自己的作为 神充满了自恋 因为只有自己 是最美好的 神要欣赏的 就是最好的 我们在神面前 没有可夸的 更何况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作为 我们的心思 如果能够好 也都是出于上帝 救赎是因信称义 创造其实也是因信称义 我们也提过 因为救赎是神称义 你有信心 神就算你是义的 称义 有人强烈的想希望把称义 翻成成义 justification是成义 become righteousness 这是错误的了解 虽然很多人喜欢这样讲 圣经和合本也有成义这个词 那有它的意义 不过基本上是称义 就是 你的实质还是不够好 但是因为你信心 批上了基督 是批上了基督 所以神就看你这个批上基督 是有主的样式 我们里面还是要好 就是那是成圣的部分 那是逐渐的部分 成圣和称义 都是靠着神的恩典 不过我们在神面前 始终称义的部分 是比较多的 亚伯拉罕不是因为行为称义 但是亚伯拉罕 有没有行为好的地方呢 各位请问 我们最熟悉亚伯拉罕的是 创世纪22章 神要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儿子 亚伯拉罕献以撒 这是信心还是顺服 这是相信还是顺服呢 这是信而顺服呢 还是我们比较会讲到 这是顺服 各位不要怕不要怕 也不要回答 我只是要各位去思想的 我们听一定说这是顺服嘛 这有什么要相信的 杀儿子有什么要相信的 亚伯拉罕很痛苦 这一定很痛苦 我看很多的学者 包括齐克国讲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 都很多人讲 这是在道德上 在伦理上 多么的矛盾 多么痛苦的事 很艰难 当然最艰难的应该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哪里有叫一个父亲杀儿子的事 这是最艰难的 这是不道德的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亚伯拉罕最大的困难 亚伯拉罕最大的困难 是 他相信神的话 他又不能相信神的话 相信神的话 神说什么就去做 不能相信 他发现神的话有矛盾了 怎么叫有矛盾 创世纪二十二章 神要亚伯拉罕杀掉以撒 我觉得以亚伯拉罕信靠上帝 他是敢杀的 虽然一定很痛苦 他是敢杀的 但他又不能杀 为什么 因为这跟上帝的另外一句话 冲突的 在创世纪二十一章 神要亚伯拉罕听撒拉的话 把以什玛利赶出去的时候 神说 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 所以 神跟亚伯拉罕讲 我一切的应许 在以撒的后裔身上 以撒生的才算 现在神又来了一句话 把以撒杀掉 杀了以撒就没有后裔了 要有后裔就不能杀 亚伯拉罕的痛苦 还是到底要听上帝哪一句话 各位很多人讨论 包括齐克国也讨论 亚伯拉罕的痛苦是 听到上帝的话 需要先分辨 这是魔鬼还是上帝 你在创世纪二十二章 完全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亚伯拉罕完全知道 那不是魔鬼的声音 是上帝的声音 这个对于神的儿女不是问题 圣灵会帮助 问题是我们信靠上帝 信心支付 我们还是会碰到很多 信不下去的时候 最基本可能是 我们舍不得等等 这种理智很难通过 现在是 当上帝的话矛盾的时候怎么办 在希伯拉罕十一章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解决了这问题 亚伯拉罕觉得还是要杀以撒 因为他觉得 他相信杀了以撒之后 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这样两全其美了 也杀了 遵行了上帝的话 但是我相信他会从死里复活 各位神没有用这个办法 来解决问题 神根本拦住了 但是就是 你可以看到 这里也可以想到 信心 不但需要认识神的话 信心也需要很多的想象力 推理和逻辑 那时候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亚伯拉罕就想象有死人 死人复活是后面才有发生的事 以利亚的时候开始 亚伯拉罕那时候没有 亚伯拉罕只能想 神 我遵守神的话 就没有后一了 但我又不能不遵守 也许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 不是也许一定 就神用了另外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 献以撒这件事 还是凭着信心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太好了 是的